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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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可是很凶残的 抓小偷的事情啊 你就别操心了 已经打电话告诉警察了 但是 作为咱们小区特聘的安全小分队 街道只是 要为我们小区定制一套 可行性的防盗方案 什么方案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贷 我专门请来了咱们小区 被盗家庭的代表 有请胖生 小镇 和田大叔 哦 你来来来 你们坐 来来来 几位啊 我们也为各位蒙受的损失 感到非常遗憾 但是你看为了咱们小区 未来的安全 能否给我们分析一些 比较有价值的线索 那天我上街刚回来 我这一进家门 我就发现我家被翻得一团乱糟糟的 哎呦 那毛贼 居然把我新买的化妆品 全都给打碎了 打碎了 打碎了 哎呦嘞 那钱什么的也就无所谓了 那这化妆品可都是限量版的呀 哎呦嘞 胖婶 是这样 我们通常指的有价值的线索呢 是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遗留的 奇怪的东西 哦 哦 哦对了 这个 我在家门口发现了这个 我也有 你们看 哦 难道这个就是有价值的线索吗 难道 小偷就是利用这些物品 进而盗窃的 没错 一看这些物件小 如果被小偷利用起来 那可就麻烦了 就这几样小东西 就能把我们家的锁打开 那这人得有多大本事呀 小机器人 你给我开看看 就是就是 你开一个就不看看 我没有手脚开不了 但是有个人会开 首先我们让专家试一试 这个小小的塑料件 能将锁给打开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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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锡纸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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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了 哎呦 我的天哪 开锁专家真的利用几个小物件 就把防盗门给打开了 咱们花几千块钱买的防盗门 难道形同虚色 就是啊 这怎么新呢 大家先别急 接下来求救救江连性安全专家 王大为老师 这个塑料片开锁呀 一般来说是小偷惯用的伎俩 只要是遇上反锁的门 它就基本上没招了 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塑料片开锁 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出门呢 习惯的养成一个反锁 或者多扣一道锁 这个一般来说犯罪分子就无计可食 现在呢 还有一种呢 大家流传的就是所谓的锡纸开锁 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的 比较老旧的锁 防盗系数比较低的锁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 所谓的锡纸开锁 如果我们换个好点的锁呀 比如说B级锁呀 或者更高级的锁 那么这个问题也能够解决 这个家庭防盗啊 在时间段上 我们有两点提醒 一个呢 就是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步 如果说家里能开一盏灯 也比较不错 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呢 一开灯 他觉得家里有人 特别是早晨啊 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 这个大家一般睡眠啊 都处于一个深睡眠状态 所以呢 一个晚饭以后 和凌晨三四点钟 这是我们房住室盗窃的 两个关键的时间点 最后 新闻大求真 再次提醒大家 安全起见 无论任何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 江门繁锁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刚才啊 抽了一点小小的时间 在网上搜集了好多防导的方法 没准啊 能派上用场 啊啊 既能驾驶小偷 又能够提醒主人 是不是一击两隔呢 哼 这个叫做奶奶的毛线 很多人用天罗地往往 在家里 问奶奶这款毛线 吵吵吵 不想天罗地 小偷一进来 就会被网在毛线里 如果 有跟我一样 有这一颗 关爱小动物的爱心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 撕养两只会说话的小医生 如果 这些 大家还嫌麻烦的话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购买一个 防贼小抱贼 小偷一进来 看到他 叉叉叉叉 是一个眼神 就被吓跑了 你这方法真行啊 哎呀太好了 来来来来 我要那个毛线了 哎毛线 帮你给我拿两只 哎呀抱贼 抱贼 哎呀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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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念念呀 你这钻前眼里了 我跟你说 你这些方法呀 不太靠谱 提高警惕 保卫家园 提高警惕 保卫家园 发行可疑人物 发行可疑人物 哪哪哪在哪 非安全已患解除情报 哈哈 球球 你在干嘛呢 瞧瞧的 机器人管家功能 升级完毕 正在内测中 哎 对呀 这家庭智能安保系统 也是防盗人的部分 当然 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在全球智能化的今天 以物防加人防的传统安防模式 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而智能安防机器人的诞生 更是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安防的认识 那么智能安防机器人到底具有哪些功能 他们又是如何保证家庭安全的呢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哎呀 你总是来在我前面干嘛 你是谁呀 我是智能安防机器人欢欢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她叫欢欢 是这家公司的智能安防机器人员工 每个白天 她都会利用人机交功能 和同事们打成一片 你今天又变美了 你们好 你好欢欢 你好欢欢 今天看你好像比之前更瘦了 你好欢欢欢 爱你吗 但是一到晚上 她就会变成心怀绝迹的安全卫视 她就会变成心怀绝迹的安全卫视 开启监控巡逻功能 开启监控巡逻功能 开启一场声音报警功能 开启夜间直守功能 开启冒生人员报警功能 现在欢欢欢已经陷入了自动选龙模式 并开启了所有的安防功能 待会我们的声音员将设法 陷入到办公室内 看看欢欢能否及时发现它 破例如预告 嘿嘿嘿 我就不信你背后 还长了眼睛 okokok 这黑灯瞎活了 就算机器人巡逻进来了 也不可能看到我 我们这个正能安防机器人 主要有四套安防系统 第一套是自主巡逻系统 自建地图 自动避开前地中的人和物 安全可靠 第二个功能是夜间指手功能 它可以通到一个移动保安 也24小时可以移动指手 不仅如此 它的头部装了一个新光级摄像头 可以起到夜间巡逻的功能 采集前端视频 支持本地储存和远程调控 第三个功能是防盗报警 防范机器人采用的是 最先进的人点识别技术 能够实时与后台的人点数据户进行对比 当发生报警事件时 报警系统会把报警器的位置信息 发送给机器人 机器人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进行视频取证和排查 会反馈给后台安保人员 进行有效布控 第四个就是陌生人员报警 总体来说 像欢欢这样的安放机器人 已经具备越来越多的安放功能 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到 能够代替安保人员 因此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投入使用 比如商业中心 银行 警务系统等 要不要来点啊 哎呀来过 要想家里没贼饶 科技安防 不可考 哎 新闻新闻开始了啊 快看 2016年10月 河北石家庄 一夜之间 13辆汽车的车窗被砸 每辆车都有被翻找的痕迹 共丢失财物 一万余元 2015年10月14日上午 北京的董先生 来到一家商场购物 并把车停在了商场的停车场内 结果 等他一个小时后 回来取车时 发现车窗被砸 车内的钱包也不见了 重庆十八南区 近日发生了十多起 汽车失业被砸失窃的案件 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 发现这十多起案件 都是一人所为 11月26日凌晨 重庆一男子 砸破路边一车的车窗 将车内的12双皮鞋 全部倒走 总价值三万余元 车窗玻璃被强行砸坏的新闻 层出不穷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不少人 有将贵重物品 放在车上的习惯 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我先生的时候也被砸过 大白天就被砸了 包什么的都没了 我朋友遇到过 他是在路边上 因为他那个小区的话 停车场已经饱和了 所以他的路边上停 经常被砸 有很多 有很多被砸的 我来一次 有六七一台吧 的话停车了 肯定非安全吧 白天的话 一般不会偷吧 放车上 反正一下就过来了 觉得不是很规则的东西 放在车里面 这所车一个是没什么关系吧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快到年底了 砸车抢包的案件也开始多了 咱们这个环道方案里边 汽车安全也是我们的关注对象 很多人都疏忽大于 把贵重物品放在汽车里 李念 你觉得怎样才是 防止汽车被打砸抢的最有效方式呢 这里边什么呀 此乃汽车玻璃遁甲 古有金丝铠甲 金有玻璃遁甲 你的汽车贴上它就好上 穿上铠甲一般 党东党女党鼓动 防抢防护抵动机 玻璃遁甲 绝对是你 居家旅行 汽车安全 必备单品 打住吧 这胡说八道也得有个底线吧 这个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你说这薄薄的贴膜 真的可以挡住不法分子的铁锤 我不信 你别不信啊 网上可都是这么宣传的 这可事关大家的人生财产安全啊 不能道听图书 我看呀 还是得经过实测一下 才靠谱 行行行 实测就实测 谁怕谁呀 说实话 这种玻璃遁甲呢 我也是第一次见 那么它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可以防砸吗 等一下 我们将会对这面已经装了玻璃遁甲的车窗玻璃 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性实验 看一看它是否真的砸不坏 那为了我们这个测试的公平公正 我们首先呢 用一块石头呢 对没有进行任何防护的后车窗玻璃 进行破坏 大家看石头砸上去以后 整块车窗玻璃立马就粉碎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装了玻璃遁甲的车窗玻璃 我能够砸碎它吗 反弹了 怎么反弹了呢 大家看 我刚才一连又砸了好几次 现在呢 玻璃上只有些许的破损 破损的是玻璃遁甲 应该说 刚才它是牺牲了自己 保护了车窗 看来呢 现在用石头 我是没有办法砸烂它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换个工具试试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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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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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为了九牛二五之力 我终于把这个车窗给砸坏了 看来呢 玻璃盾甲 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么神 它不是金刚不坏之躯 它也能被砸坏 不过呢 从今天的实验当中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玻璃盾甲 确实具有相当强度的 抗击冲击力的能力 如果有犯罪分子 想要破窗的话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作案难度 延长作案时间 更便于被人们发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 玻璃盾甲对于汽车的防盗 还是能取到很好的作用 所以 今天的新闻大学生 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为了安全起见 停车的时候 禁止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 汽车防盗很重要 随时锁车要记牢 哎呀 不错不错 等我再整理整理啊 这一套防盗方案 就完备了 哈哈哈 不好 我的银行短信 提醒我 我有一笔巨管被划走了 巨管 你看 我就纳闷了 我这几天哪儿也没去 我一毛钱也没花呀 这怎么回事呢 吕涅 你是不是有信息被泄露了 不可能啊 哦对了 我前两天在家里收拾房间的时候 把一台不怎么用的二手手机 卖到二手市场了 我这不是也想快点钱吗 不过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那就没错了 一定是你二手手机里的信息被泄露了 我卖二手手机的时候 我信息都已经格式化了呀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就算信息被删除 也有可能被全部还原 啊 不可能吧 没有什么不可能 旧手机出售前 一些用户会多留个心眼 先把里面的资料全部删除 一些和这位顾客一样 认为手机资料不删除 也没关系 还有一些没有完全清楚 在这位店主收购的几台旧手机里 还保留着一些电话号码 短信 私人图片 以及聊天记录 店主告诉记者 这种情况一般是用户 不知道如何一次性删除 所有资料导致的 几乎所有的手机的设置选项中 都有恢复出厂设置这一项 它能让手机恢复成生产出厂时的默认状态 刷机就是给手机重装系统 操作前如果没有备份 刷机后资料会全部丢失 很多人认为 只要手机的通讯录 短信照片都变成空白 就不用担心个人隐私被泄露 网络热传的这一条新闻 却推翻了这种观点 已经删除的手机资料 能够重新恢复这一点 自然也需要求证了 连手机维修人员都认为不可能 事实真是如此吗 求证记者随机找来了三位 打算卖掉旧手机的用户 请他们分别用手动批量删除 恢复出厂设置和刷机的方式 清空资料 随后记者带着这三台手机 来到了北京360公司 您看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数据基本上都被我恢复了 但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都恢复了 因为我们用的呢 并不是厂家的专业恢复软件 把它给删掉了 为什么现在还是能够出现呢 是由手机的存储机制决定的 你在删除的时候 实际存储的那部分空间 是没有删除的 然后它把它标记为已删除 只有在你存入一些 其他的数据的时候 才能把这个原来的位置覆盖掉 你原来的数据才会真正的不见 果然在某购物网上 求证记者就搜出了 790多件这类商品 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一些卖家表示 这种特殊软件可帮助 恢复手机中的数据 包括短信 照片 通讯录等 如果客户无法操作 店家还提供远程协助的功能 隔天 求证记者把手机还给了三位志愿者 里面重新出现的通讯录 短信 图片等资料 着实让他们吓了一跳 图片都有了 短信也是 2011年一位一号的 数据都在这里 你这怎么能够吩咐出来的 有你的姓名和你的手机号 再加上你的身份证号 可能会先尾制造一张临时的身份证 然后如果是监管稍微疏忽的时候 他拿这临时的身份证去 补卖一张你的SIM卡 然后这个时候他拿补卖的这张SIM卡 然后走现在的那个互联网 金融支付的那个忘记密码的一个流程 然后来开始 他就可以突破你这个防线了 另外 一些第三方支付软件 为了方便用户操作 推出了快捷支付功能 绑定银行卡 并开通这一功能后 某些用户不用输入支付密码 就能直接交易 生活中这样通过复制手机卡 盗窃他人网上银行的事件 也并不少见 求证到这里 我们可以说 旧手机中被删除的信息 确实能够通过软件被恢复 由于这一技术容易操作 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想要处理 专家建议 采用以下两种相对安全的方式 大家在保存隐私数据的时候 尽量把这些数据 保存在那种可移动的 你的那个SD卡里面 这样你换手机的时候 把SD卡拿走 再有就是 你可以使用那些安全换机类的软件 然后来进行那种隐私的粉碎 当然 这两种方法 不能保证所有手机信息的安全 新闻大求真 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频繁更换手机 也千万不要在里面 记录个人身份财产等隐私哦 哦 看来在信息化时代中啊 这手机电脑里的信息 也同样是财产的一部分 没错 得保管好 就是 哎呀 我得再加上一条 信息隐私 莫疏忽 防止泄露 很重要 哎呀 还好我这个穷光棍啊 卡里没几个钱 要不然 我就亏大了 收到了 收到银行汇款短信 钱却没有到账 没有 钱究竟去哪儿呢 不会是空欢戏一场吧 没有钱啊 老板 卡到面貌吗 我可能被骗了 啊 被骗 今天我们美容宴周年庆 送您一张免费的代言券 还有400块钱的眼霜送了 这么好 免费的 跟我们上楼试试看呀 美容药膏 竟能解测出脸部重金属超标 这是真的吗 我的天哪 怎么都会这样 花钱是人命的美丽 花钱是开心 对 女人们对自己好一点 这样你会被骗了人命轻的 用了这个呀 保准的年轻十岁 相信我们的第一个人 没配搭 真的上当受骗了 我这就去工商部门告他们去 我要把我充卡的钱都要回来 对 今天请不吝点赞 看这个东西 谢谢大家